同學們好 朋友們好 這裡是《生徒義亂談山海經》 我是生徒義 首先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節目叫《亂談山海經》 因為在我小時候大人們在外面談天說地吹牛 它就叫《談山海經》 上海話叫《德西海經》 它就是有北方人那種看大山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這個節目叫《亂談山海經》 不但是吹牛還要亂吹 所以目的就是以娛樂性為主 主要是娛樂 而且希望通過和大家討論 一起學習 一起增長知識 把我的觀念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無事不談 實政、經濟、科學、哲學、民主、憲政 所有大家感興趣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談 我有一條狗在下面坑骨頭 不知道這個聲音有沒有影響到大家 我們就試著講吧 如果音效不好我再重做 今天我們就講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為什麼有這個興趣做這個節目 因為最近我看了很多自媒體 海外的自媒體 我覺得很有意思 很好玩 我也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很好的媒介 media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這幾個月看了很多海外自媒體 我就有幾個我非常非常喜歡 我這裡想大家推薦一下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這些自媒體的話 算給他們做免費廣告吧 我一般看都是個人做的自媒體 它有什麼 其他的像什麼明鏡 什麼中國觀察之類的 我一般不看 我發現我對個人的自媒體特別感興趣 所以我給大家推薦五個人的自媒體 第一個No.1 肯定是文昭 文昭先生呢 我是非常佩服的 他是博古通經 學冠中期可以說是 所以他的 而且他講話的時候 溫潤如玉 一揚頓挫不經不慢 很吸引人類的演說家 我認為很有個人魅力 而且他講的東西 雖然有時候有點繞 但是你真正的聽進去了 你會覺得他是有那種大的那種道理在裡面 我估計 我估計 溫潮先生 他是把這個自媒體當作一種 當作一種職業來做的 像我 我是業餘的 我有自己的工作 這個做這個純粹是為了好玩 但是我認為 溫潮先生 他是專業的 因為他不但有他的油管 他也有一個自己的 Website 就是網頁 還有他的 網頁上有專門的 Members 會員區啊 不過最近 最近出了 一件事讓我有點 有點比較 差異 就是 就是溫潮先生 在他的 會員網上 開始 賣東西了 一開始 我比較擔心 我想 是不是 溫潮先生 會是 把他這個平台 作為經商的 一個 一個機會 後來 看到他推出的 這個第一件 商品是 一個 一個關 關於孔子學院 就是孔子學院怎麼滲透海外 就是知識界吧 他是一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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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這個 他的介紹之後 我倒是 送了一口氣 因為他 他也不是 像是 賣 賣 中藥 什麼 T恤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因為很多做自媒體的人 在 在他們的 網站上 就是做這種生意的 文昭先生賣的東西 至少還是 幫助國人 了解 更多的了解 西方和中國的情況 就算有點商業 動機吧 那也是 君子愛才 取之有道吧 那麼 第二個人呢 他叫 吳建民 他是 他講話 比較 比較牛 有點 其中 宇宙那種感覺 他的觀點也比較激進 他就是要革命 要革共產黨的命 我不是 我對革命不太認同 但是 我其實聽他的東西也蠻有趣的 我認為 對吳建民 對吳建民先生 可能 觀眾可能會兩極分化 你知道吳建民讓我想起 想起一個名人 就是當年的 當年的國父 孫文 如果 如果你對中山先生 是那種高山洋子的那種 感覺吧 你也會喜歡吳先生 因為他就是那種 擺之不饒的那種革命者的那種形象 但是如果你對孫大炮不怎麼感冒 那你可能也不太喜歡 不會太喜歡吳先生 因為他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 你會認為他 你會認為他過於 過於 過於激進吧 那第三個人呢 他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節目叫小明之心 他也 他也說 也是以實證問題為主 他的節目呢 好像 不如文招 我個人認為不如文招 但是他也很多時候有一些精闢的見解 而且他給你一個就是非常文雅 他就是 朱元玉潤的那種感覺 他講話很舒生氣 就是 他的節目我不是天天看 有空我看 第四位呢 是最近才出來的 他 他的名字叫江峰 一開始呢 他 做的那個節目 你看到那個片頭 你肯定就不想看下去了 因為他的片頭做的很像那種 央視節目那種 央視的那種 中國美式之類的東西 但是片頭就是做的很大路 不過他現在好像 也覺得這個片頭是 是他的軟肋 所以最近的節目 他把片頭基本去掉了 其實你如果跳過片頭 他他裡面講的東西 都是很好的 他不是以實證為主 他是講歷史 很多成風的 顯為人質的歷史 你如果對這個方面感興趣的話 他的節目是也是很精彩的 而且他做的很精緻 他們一集 最後都有一種類似歌言一樣的結尾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很感人的 那最後一位呢是一位老先生 我想他不會喜歡我叫他老先生 我這麼叫他 因為他自己說他自己六十多歲了 他自己叫九個 他是拉提琴和賣提琴 做提琴賣提琴 以前是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他是個藝術家 後來有什麼家庭變故了什麼的 他周遊世界 然後他就開始做這個視頻 就是說是吧 我覺得他的知識面 肯定是沒有文章那麼廣吧 但是呢他的遊歷 他的遊歷範圍是 在中國人當中可能是數一數二的 他每個州每個大州都去過 幾乎足跡遍佈每個國家 而且他為人很風流 在幾個大陸都有女人 不是同時了 因為他從來不缺女人 你們大家去看他吧 也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他的節目比較娛樂 你看了會覺得很好笑 有時候也 但是他也有很多哲理在裡面 古人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嘛 他九哥先生走了萬里路 所以他的見聞就比我被常人要廣闊得多 那麼下面呢我來再做一個比較俗的一點事情 就是我不是講了有五位 我認為是海外自媒體的牛人嗎 那麼既然是五個就讓我想起了三國的五股上將 我就坐下想 我就坐下想啊 我怎麼把他們 把他們 把他們 歸位呢 我就想 嗯 那麼文昭先生呢 那肯定是 觀雨觀音場了 功力深厚 而且 乳將風度 夜度春秋 所以他是 五胡上將 五胡上將排第一 應該是文昭先生 那麼 吳建民呢 吳建民先生呢 就是張飛了 他就給了一種猛打猛衝的印象 有些辱莽的印象 他是猛張飛啊 那麼 小明之星那位先生呢 因為他很內斂 很低調 就讓我們想起 趙雲趙子龍啊 讓我想起趙雲趙子龍啊 其實在正式裡面 趙雲的 趙雲的官位啊 不能和其他四個比的 因為其他四個是前後左右 重號將軍 趙雲 他的 他的位子叫正軍將軍 他只是一個雜號將軍 所以他的其實官位他比 比其他四個要低的 我估計也是因為他趙雲本人 做事比較低調吧 他沒有太大的 光彩 這在三國志裡面 在正式裡面 他沒有太多的光彩發射 當然三國演藝裡 他長版國奇景奇出 那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那下面一個就是 馬超馬孟奇 那是 我就把這個 這位上將給 給江峰先生 因為馬超 他都迎槍迎馬 又叫金馬超 又叫金馬超 江峰先生 他做的 做的視頻是 這五個人裡面最精緻的 把他叫做金馬超 也不算為過吧 那最後一位呢 老將黃宗 那當然是 九哥 九哥先生了 因為他年紀最大 他雖然武功可能消遜 消遜一籌 但是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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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神劍的絕活 百發百中 他一陣劍學 可以把 他說的事情 有很多哲理在裡面 所以呢 就 把老黃宗給他吧 這樣 烏烏上將就齊了 這當然是 說笑了 純粹是一日了嘛 今天 我就在想 我把自己 定位在什麼地方 當然我希望 我能超過這 五位先賢吧 先賢不對啊 用字不對吧 好像先賢不太對 好像先賢你對 死了的人才能說先賢 我希望我的節目 被大家更喜歡 那我可以 就 自封武功最高的呂布了 呂布啊 呂布啊 呂鳳仙他 他下場不這麼好 這是給 曹操勒死的 而且 人品超壞 不做也罷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 得到一些欲樂 並且對 今天的就是 現實的自媒體 有一個大體的 通過我的比較 一個大體的認識 那麽我們下次再開始 這樣 進入正題吧 好 再見